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6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苏宇文 新闻首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港澳市长陈希迈在农历年前最后一个周末 前往莲池潭和原地庙参加高雄过好年活动 由于今年左营莲池潭旧城还有高雄灯会来助政 渴望热闹程度胜过往年 港澳市议员吴明寺举办弱氏甘苦人尾牙活动 今年已经进入第九届 除了尾牙还有爱心美法师意见 并且在施甲庙城发放龙烟米高粥 让弱氏的民众可以免费领取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育儿家庭过好年 港澳市长陈希迈表示将要提前在1月17日和18日 发放育儿津贴和扑育补助 以减轻养儿育女的负担 高雄市长陈希迈前往莲池潭和原地庙 参加高雄过好年活动 提到高雄市区三个最有年位的地方 分别是三凤中街 沿城区新乐街 另外左营的莲池潭旧城 今年更有高雄灯会来助政 热闹全度大加分 让民众从过年晚到元宵节 年节前最后一个周末 高雄市长陈希迈来到左营年之谈 参加高雄过好年活动 同时发送小红包和春联 现场给予民众玩起自拍 场面相当热闹 而对于过年走春要去哪 市长陈希迈也大力推荐旧左营 有一系列的活动 云美食是高雄最有年位的地方之一 在联坛旁边不管是我们的商圈 或者是我们在过年期间的市集 我相信都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联坛这个地方 当然更重要的也不是只有在联池潭周遭 包括整个酒营的座城 包括我们的眷村 还有周遭的我们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眷村美食 中外品铺奇饭乐园等等 有非常精彩的适合大朋友小朋友来的一些活动 跟北部的天气比起来高雄真的很温暖 高雄的人情也非常的热情 所以欢迎所有的不管是高雄回娘家的 或者是说从台北要下来的 常常经过左营的时候 不要忘了进来我们的左营这边很多宫庙 那这边拜拜祈求国泰民安 然后也可以祈求全家幸福安康 陈清迈更为今年将在联池潭举办的高雄灯会预告 表示搭配周遭的景点 包括龙虎塔春秋阁以及大大小小的庙宇等 将会是一次相当另类的灯会 我想过年我们也会搭配我们这一次的联坛灯会 来充分的来包括说我们周遭的这个宫庙 也都会点灯 让这里充满非常深门有力的台湾会的灯会 我想这个是非常另类的一次的灯会 今年的灯会 高雄市政府预算2000多万全部都花在左营 那整个联池潭会非常的热闹 那我们也有办一些市集的活动 那所以说来这边吃东西来这边拜拜来这边求平安 那来这边感受一下台湾的年位感受一下高雄的年位 而年节期间将有大量人潮移动 陈其迈也不忘提醒目前疫情社区化流感化疫苗一定要打 高风险族群也要尽早投药 年纪大或风险高的人没有吃抗病毒药 相对来讲风险会很高 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去找医生投药 那高雄是这样 你就假如说我们抗病毒的诊所其实非常多 那我们也跟CDC背足了抗病毒的药物 请大家放心 背足 多了好几倍的库存量 陈其迈随后也转往左营原地庙餐厢发放小红包 现场一样排满讨吉利的民众 市长一一送上祝福 同时跟民众拜个早年 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 左营连池潭将举办高雄灯会 势必吸引大批的外线市游客前来 停车需求大增 不过附近一处的大型停车场 却因为市府文化局的建成制造工程被占用 店家生意一落千丈 市议员陈梅娟前往会看时 就要求停车场要在农历年前开放使用 高雄市文化局规划新建的建成之道还在施工当中 计划以天空步道的方式缝合左营旧城原本的城墙 但施工范围占用海光停车场 让游览车无法停车 团客来不了连池潭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店家生意是雪上加霜 建成知道工程是去年111年3月 请来文化部长主持盛大的动工典礼 原本预计去年底就要完工 但却一再拖延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1月可以完工 再加上农历年有10天廉价 高雄灯会又将在连池潭举办 大批游客前来却无处停车 才让店家更加着急 市议员陈梅娟则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看 到目前为止已经都过完新历年了 那也接近农历年了 可是这个工厂还在持续中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 如果没有在农历过年前 把这个停车场给完成的话 是不是势必这个 保护性的出油的人潮 观光客的车流 是不是会严重的堵在我们这个连池潭的周边 我们要的是三牛牛肉面对面的那个地方的交通管制 因为那个大车要回车 如果出来很危险 它会有视线的死角 可能会造成人民的伤害 虽然之前市府已经将旧左营国中的停车场 开放停四辆游览车 胜利路上的小型停车场 也在工程不影响的情况下开放 但由于工程拖得实在太久了 会开始陈议员要求海光停车场 务必要在农历年前开放使用 是不是有任何的什么原物料的问题 或是人工的问题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可能要问文化局 但是我们要追究的是当时的承诺 为什么到现在跳票了 文化局也刚刚也跟我们承诺 会在过年前一定把它完工开放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承诺不要再跳票了 还有希望这个建成桥 能够赶快完工 那不然你这不赶快完工 我们这些店家快饿死了啦 建成知道工程完工后 游客可以从半空中来观看 酒营旧城和连池潭的景色 增加观光亮点 但工程进度却一带拖延 店家再也忍不住了 希望市府惊惊惊 不要让大好的春节和灯会商机浪费掉了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市议员无名次办理 弱势干苦人伟牙活动 今年已经进入第九届 13号开始连续三天在前镇小岗举办 除了尾牙还有爱心美法师易检 并发放龙眼米高舟 让弱势民众可以免费领取 一大早在施甲庙城前就大排长龙 许多民众耐心排队 等着领取一碗热腾腾的龙眼米高舟 高雄市议员无名次历年来 举办了多场寒冬送暖尾牙 至今已经进入第九届 今年将举办三天的基层弱势尾牙活动 让这些弱势朋友在岁末寒冬 能够一起团聚 吃顿大餐过好年 我把今年选举的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专播 都拿出来要让我们的陆舍吃买 所以这回菜吃得好 除了傍晚的尾牙大餐 白天还邀请李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的朋友 来到现场帮民众免费剪法 民众换新发型 新气象 开心迎接新年 今天来预检活动 应该目标可以检了二十几个人 然后感觉冬天 做这个睡眠祝福也不错 对 来报鱼节 第三个 我们差不多七点就来拜了 现在通膨很严重 很多人真的 钱都没免费了 一千块买不几个东西 都说过了很辛苦 所以我认为我们小的这边有很多好朋友 来祝福这些活动 我觉得每个议员都有议母 有这边要照顾我们这边生活不好 尤其这个大环境很坏 五名书是碰到抛转任意 我们已经做九年了 那么今天一波四点开始开放进党 可以职会议 我们要发爱心的物资二十几次 我们有准备五千分 有米有油 有铜锅一斤 还有沙拉油 还有冠苗米 生天的布要送 我们的基层欲赛 通货膨胀严重 弱势群体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五名市议员抛砖引玉 希望能让弱势的民众 也能在岁末寒冬中感受到人情温暖 记者李嘉隆庄书亭高雄报道 岁末年中即将到来 高雄市长陈其迈奔走高雄各地 参与迎新年活动 光是14号就一口气跑了九个行程 除了借此向市民朋友拜早年 同时更在多个庙宇参乡祈福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更好 高雄市长陈其迈把握春节前夕时间 加紧脚步向市民朋友拜年 14号早上前往三明区大港保安宫 凤山文恒店以及双词店 参乡并且发送兔年小红包 现场人潮排队紧然有序 洋溢热闹的年节气氛 民众都希望能够讨个好彩头 陈其迈除了发小红包给大朋友 也准备了小沙铃给小朋友 现场民众争相和市长合影 互相即将加油打气 互道新年恭喜 新年恭喜 去年因为疫情没有面对面拜年 当时和市民朋友共同成功控制疫情风暴 去年的营业销售总额更是不受疫情影响 从上任前的4.5兆到前年5.5兆 到去年超过5.8兆的规模 陈其迈相信只要努力 未来一定能够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祝福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不处影响很多市民朋友 可以困惊记迈 还让市民再拼四年 我一定会专利 来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就会共同来打拼 市长陈其迈也表示 疫情渐渐消退 今年不管是经济或是高雄的建设 还有很多要努力 到大港保安宫 凤山文恒店和双词店等参拜 也祈求保佑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并且祝福所有市民 合家平安浮吐影响 记得高雄综合报导 今年的高雄过好年活动 一共有26个商圈共襄盛举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分别前往 各商圈发放兔年小红包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领取 不但为活动加分 同时也为各商圈 带来人气与买气 共市长陈其迈 14号下午前往后裔商圈 光华夜市商圈 以及多间庙宇参乡 并且发放兔年小红包和春联 提前向市民拜早年 许多民众席家带卷早早排队 就为了领取兔年小红包和春联 随着疫情慢慢结束 回两年市长陈其迈特别利用春节前夕 发送新年红包 各大商圈也营造出浓浓的过年氛围 藉由过好年活动 推出最佳优惠和最优质的商品 让市民朋友以及游客 来到商圈都能玩得尽兴 而且满载而归 今年我们一定会照顾我们商圈 从我们歌詠开的坛 到商圈夜市圈 那我们在去年 我们高雄市缴税 我们看中 我们几岁已经超过新百岁 3161亿 新北市3150亿 这个是破我们历年来的记录 这个代表说 我们在去年大家很努力 那今年我们当然也会有挑战 但是市府一定是挺我们商圈 除了后裕商圈 推出消费满300元 参与幸运转转乐抽大奖之外 光华夜市也结合过好年活动 推广在地美食 因为离市府最近 市长曾经卖对光华夜市的摊商 如数家珍 因为每一摊都品尝过 因为早餐这餐 第十餐最后一餐 早餐我顺便吃这个比较多了 这位头到尾 每天差不多都不知道 因为我晚餐都吃这个 因为日子有最快 选择最多 这在地人在吃 所以为这过 这个鱼头白骨 鱼心铜粉 炭烤三明治 我们的理事长的玉米 还有豆菲 木瓜鱼 所以我做市长 如果新材 早餐都一公罚 就这样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市长陈其迈 除了感谢大家过去的肯定 让市府团队有机会再打拼四年 同时感谢商圈在疫情最艰辛的两年里一起努力 配合市府的多项振兴措施 让高雄市111年的税收打破历年纪录 而今年高雄过好年活动 一共有26个商圈响应 除了让各处的特色商圈 透过行销推广之外 也将借由过好年的活动 让全台湾的民众都能够认识高雄在地商圈 最优质最优惠的商品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育儿家庭顾个好年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将要提前在17 18号 发放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 在万物企长下养儿育女的负担家众 政府推出各种的补助方案 鼓励民众生育也减轻爸妈负担 通货膨胀 万物企长吃的用的住的玩的通通都要钱 对许多人来说 生儿育女的经济负担就明显加重 接下来适逢农历春节 家家户户的开销也变大 为了减轻育儿家庭在春节期间的经济负担 高雄市政府宣布提前发放育儿津贴补助 高雄市政府为了体贴 其实育儿家庭才过年期间 可能会有一些经济需求比较高的部分 所以我们提前在1月17号 就会提前发放今年1月份的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 那让我们的育儿家庭可以有好过年 那另外因为其实在弱势加发的部分 因为今年请政院这边公布 那我们也会一并在17号的时候加发 让大家可以好好运用这笔钱 根据统计高雄市111年的人口数 相较于去年变少了 新生儿的出生人口也仅仅只有16133人 不论是出生数或是人口数 都创下了县市合并以来新低 高雄市政府为了鼓励市民朋友 能够更安心的养儿育女 推出了许多补助相关政策 希望能减轻育儿家庭负担 今年1月开始 所有的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 都取消排付的限制 准公共的一个托育补助 每个月是8500 那如果是第二胎 就会再加1000就是9500 那如果是第三胎的一个 送托准公共的托育中心的话 补助就会到10500 那如果是送托准公的托育中心 那市长这边每个月是加码 2000块的一个补助 那如果是准公的保姆的话 每个月是加码是1200 针对经济弱势的育儿家庭 生育津贴跟坐月子倒宅服务 不再只能二则一 可以两个都领 也能将坐月子服务折抵成现金补助 第一胎最高可以领到5万元 那所以如果这样子去做计算的话 那如果是中低或低收 他今天生产第一胎 他最多可以领到5万块 然后第二胎可以到7万 然后第三胎最多可以领到9万 我想这个对弱势家庭的一个帮忙 我想是非常的一个 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率 以及如何对育儿家庭提供长期的实质帮助 都是面对少子化的重要课题 记者李嘉隆 庄淑亭 高雄报道 即日起到1月20号 是高雄的环境清洁周 在起跑首日高雄市环保局 也特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 举办适施活动 由局长带领清洁队 各里的环保志工以及市民朋友 一同帮公园大扫除 把市容给清扫干净 请来女团拿着马桶刷吉抹布 把打扫的各种元素融入到舞蹈动作中 为活动开场的同时 也替接下来要进行大扫除的 志工朋友们加油打气 今年农历除夕的前一周 1月14到1月20号 是高雄的环境清洁周 在清洁周的起跑首日环保局长 也特别率领来自各里的志工们 拿起扫具为凹子底森林公园大扫除 因为环保局现在人力不足 那我看我们这个志工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们志工 我不知道别理了 但是我理我的志工非常用心 我也非常敢配他们 他们真的做到尽善尽美 这个活动不错 然后是希望各个深入到乡镇里面去巷弄 尤其小学生这一块 因为小学生可以深入他的观念 提高环保意识出来 高雄去年曾接连爆发本土登革热疫情 今年的大扫除活动 志工们也特别将重点放在了清理容易资深 并没闻的积水容器 并没闻我们更会注重到 看不见积水容器 第二个在乡镇部分 可能就是脏乱的部分 还有就是炒的部分 炸草的部分 我们把它清除掉 每次下雨过后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脏乱 而且这个水 你无形中 你不知道又隐藏的很多的决绝 真的是我们要先去处理 那个后面就比较好了 高雄今年初一到初三停收垃圾 初四中午开始就会进行垃圾清运 另外若要丢弃大型家具的民众 务必要联系清洁队来协助清运 大的家具丢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周遭环境 周遭街道上 那你就打电话到清洁队 那清洁队就会排时间过来清运 农历春节倒数季时 志工们齐聚一堂为高雄大扫除 要让市民朋友们能舒适开心的迎新年 记者效益宣苏宇文高雄报道 左营区中北里的旧社区向道辖校 两侧都是透天错和三合院 只有机车可以从巷弄进出 为解决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车辆的进出问题 市府公务局一都市计划开辟成六公尺宽的道路 预计要施坐到六月底才会完成 为了将左营大陆372项和原地路103项的巷道加宽 高雄市公务局日前已经开工 将原本只有1.5米到4.5米的巷子两侧名宅拆除 变成六米道路 让四轮车也可以进入 这一条巷道的开聘 我们就是居民已经缓印了十几年了 那因为相关事务的经费 有一些的排挤 那很荣幸的是在去年整个的事务 将这条的预算予以编列 之前的巷子相当狭小 只能够机车通行 当地曾经发生火灾 消防救护车无法进入 影响救灾和救护安全 再加上巷道湾区行车安全和通适度不佳 因此公务局依照都市计划开辟为六米宽的道路 施工时住户社会围设安全通道及警示设备 并且覆盖铁板提供住户进出通行 原来的道路就是1.5到4.5公尺宽 那因为巷弄比较狭草 两侧的透天跟一些救护纸 那只有机车可以出路 那为了行车安全跟通事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事务就是依据都市计划 进行整个的扩宽 那我们都市计划的巷道是六米宽 那开辟完成了以后 我们的救护车还有消防车就可以进来 那可以保障我们居民的安全跟环境 两条巷子拖宽之后 往北可以偷往左营大陆 往东可以衔接原地路 并且施作相关照明及排水设施 以提供又宽又直 及通事良好的道路供民众通行 只是有几栋祖先留下的百年古厝被拆除 后代的居民觉得相当不舍 就是那个我曾祖父那一代 那我祖父我父母亲 一百多年了 七月一号七月一号开始拆 那拆了第一个就从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老房子最好拆了 怪手一挥就倒了 这整个的开辟都是一都市计划的向荣开辟 那我们只要遇到的部分 我们都会继续进行整个的拆除 那相关的拆除我们是会有相关的补偿金 以以给户 那在整个的拆除过程中 我们会跟居民以先以协调 那我们在拆除过程中有分为自拆 还有我们事务拆除的部分 万一他自拆的话 我们会给户相关的补偿金 以他们自我去处理 左营区中北里旧社区有许多明清时期留下的三合院古厝 在现代防灾防火的都市计划要求之下 必须被迫拆除 凸显古聚落保存和消防安全的矛盾 记者孝宜轩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季石斑鱼之后 中国海关去年又突袭式宣布 禁止台湾的鱼水产加工品入关 让市场再度受到冲击 高雄鱼产业者为了扩展其他的外销市场 近期也积极提升保鲜技术 及鱼货加工产品的多元性 增加市场竞争力 中国去年屡次禁止台湾鱼产输入 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如今业者们积极拓展中国以外的外销市场 除了在产品包装上下功夫 提升鱼货加工产品的多元性 同样相当重要 大家如果说下班还要回家鲨鱼 然后再煮的话可能吃到晚餐的时间是 晚上9点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开发一些即时包 然后把一些 有一些 那个鱼货先做完 处理之后 让家庭主妇比较好料理 然后这样的话 它可以很快的走进这个家庭 那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帮助鱼货多多 销售到那个整个消费市场 过去台湾的养殖鱼业 主要专注在提升养殖技术 以增加产量 但今年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 连带影响鱼产未销 业者也只能努力提升 鱼产的保鲜及加工技术 那现在市场需求度 它达到一定的程度高峰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因为政策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然后导致这些鱼量的 算是滞销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配合这个 就是说也就是鱼业署最近这几年 在推动的冷链加工技术 我们必须透过冷链的加工技术来 用最短的时间来做那个 鱼货的保鲜跟加工处理 另外即使愿意投资成本设立加工厂 但衍生的人力问题 仍旧相当困扰业者 有时候这就必须去考量到 你的加工产量的量人的问题 有时候光有加工厂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有没有人可以杀鱼 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总不该就是说 三天上网一天捕鱼嘛 对不对 就是说平常请了上百个员工 可是平常的鱼货量不到那边 可是等到你突然间 一次鱼货量出来 又把全部人都叫来 所以这是很难去做 在加工厂工厂端这一块是很难去做 这个人员调度上的调配 中国去年速度禁止台湾鱼产进口 不但对产业造成影响 也敲响了一记警钟 让台湾的鱼业动起来 积极提升技术拓展其他市场 记者萧宜轩 苏宇文高雄报道 凤山有许多的客家人 高雄市客委会 在市府文化局的协助下 在黄埔新村的一处眷设里 将打造一处客家 及多元族群的文创中心 目前正进行内部环境整修 未来将作为文创商品展售 及客家工艺的体验场域 成为族群的共荣基地 凤山黄埔新村 已经登陆为文化景观资产 由市府文化局 已住带户团队进驻维护 其中一处眷设 将作为凤山区客家 及多元族群文创中心 主办的高雄市客委会主委 感谢市府及议员的支持争取 在文化局协助下 选定这个黄埔新村 主要就是说 黄埔新村是一个眷村 然后呢里面有学校 然后它是一个 等于是有一个多元包容的 这样的意象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既然是要打造 客家级不分族群的文化基地 如果在这边 就等于是 可以把闽客园 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目前凤山客家人口数 为72100多人 是高雄市客家人口数 最多的行政区 而黄埔新村 原本为各省族群居住的空间 眷村人事搬离之后 除了已住带户的新住户之外 又加入客家元素 更增添族群共融共享的意义 眷村本身就是一个 融合的一个场域 所以各个族群都会进来 那现在刚好有各家的族群在进来 包含当时候他们的 同婚的部分 或者是大家有可能是客家老婆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很开心可以进来 然后大家做一个融合 就像当时候眷村一样 然后这三个本来原来的 三户的之间要如何去融合 所以最后呢 我们很感谢越界结构技师 他们来看了以后发现说 原来的日式和组织的那个 整个日式房舍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它原来就是空的 然后是后来住户把它隔成一间一间的 将作为客家文创中心的郡社 目前正进行内部环境诊修 未来的空间场域将运用作为筑地办公室 研习教室文创商品展售 以及客家公益体验场域 成为客家及多元族群的文创基地 我们会做研习教室啊 研习课程 还有呢做相关的文创品的展售 以及客家百公百亿的体验的场域 未来在这里可能也会举办一些小活动 希望可以导入我们的客家音乐 客家美食 客家的文化跟艺术 然后让不分族群的人来认识客家 那这一间的话看起来状况是 还OK屋顶的状况可能要在 大部分要多加强 因为其实漏水就会比较严重 会导致木屋的损坏 希望就是可以把人潮都可以带进来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共享这边 然后共荣这样子 位在黄埔新村内的凤山客家服务据点 预计五月完工 后续将由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务基金会 营运管理将导入客家的美食 公益文物文学和音乐等 丰富的客家文化 记得赖昌邦高雄报道 快要过农历年了 但您知道吗 在台湾各族群过年的时间和方式 都有很大的差别 原住民各族的过年时间点大不相同 另外今年的生肖是兔子 但在越南的生肖却是猫相当有趣 台湾人过年要发红包 过的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但台湾原住民的过年 要算是七八月的丰年季 但其实不同族的过年 时间点和名称也大不相同 相同的是大致都有庆祝丰收的意义 它就会有这样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在夏季 一个是在冬季 来进行这个黑小米跟黑稻米的那个祭典 其实这祭典也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所以也是有庆祝丰收的味道 另外台湾有许多新住民 过年的习俗也很特别 像是越南人在过年要包粽子 有方形的粽子和圆形的粽子 越南人也贴春联 但上面写的是越南文 更特别的是今年的生肖是兔 但在越南的生肖却是猫 因为越南是一个农业的国家 所以猫对于农民会比较有帮助 会帮忙抓老鼠 抓老鼠 方形是代表地 就是越南是一个农业的国家 所以它是代表地 上面就有多一片田 所以里面这个是北部的 南部它是长方形的 切起来它变成圆形 圆形也是代表天 就是感恩天地 那个给人民的温饱 而在农村过完元宵节 这个年才算过完 有些庙里会举办起龟活动 祈求来年好运 获得好运的人 还要还一座更大的龟 感谢神明庇佑 客家人则利用过年团圆时 家族顺便一起祭祖扫墓 省时又方便 如果得到神尊的允许 说这一尊这个龟 同意让我起回去的话 带回去 如今祈福发财的意思 明年我再加倍奉还 赚大钱了就要加倍 越来越还越大 那还回来的再弄下去 让大家起 就会一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不是在清明节 客家就是在有过完年 看险跟日子比较好 礼拜天的时间 家族都回来扫墓拜拜 都是一拜 像我们家族都一两百个 回来拜拜 比较团结 过新年算是一年新的开始 大家除旧布新贴春联 说吉祥话 包红包 讨个喜气 各族群过年的方式 也大不相同 但都有希望来年 风调雨顺 风衣足食 平安过好年 记者林修益来长帮 高雄报道 在高雄有家蔬食餐厅 主厨跟甜点师 原本分别移民国外 因为他想念台湾的家乡 为回台后 决定联手开设蔬食餐厅 善用在地丰富优质的 无毒蔬菜 搭配各式香料 设计出多国风味的蔬食料理 透过镜头带你来看 走进这家带点文清风的餐厅 杜乔勋在厨房里 俐落的备料 开启这一天的忙碌 跨越地域国界的香气 扑鼻而来 嗅觉也跟着自由风格的料理 一起缤纷绽放 很多客人都问说 所以你们是中式餐厅吗 我说不是 所以是卖火锅吗 他说也不是 还是你们是西餐 我说我们不是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很多餐厅 他们会说 比如说我们是西式 他们会专着西式料理 中式他们会专着中式料理 其实我们比较不是像这样子 所以比较偏无国籍的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 我的成长过程背景 然后刚好跟另外一个 做甜点的他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 做在国外的经验 然后会有比较尝试过 一些异国料理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做起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喜欢的 然后融入去融入台湾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有台湾味 就是台湾的这个 一种风土味吧 这很难形容 只是在国外你最想念的 还是台湾的料理 主厨杜乔薛 甜点师陈彦儒 原本分别移民美国菲律宾 先后到澳洲打工 周游列国的丰富经历 让他们极为想念台湾的家乡味 原本不善厨艺 却能自制出异国多元料理 让他们开始觉得 这或许是一条创业的路 我们还是同时会卖咖喱饭 我们同时也是会卖意大利面 那我觉得在蔬食的呈现上 我觉得有一些客人 也会听到他们的回馈 就是他们会带朋友来 但他们不会跟他讲 我们是蔬食店 他们吃完之后 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本身 曾经不是吃素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会 做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会喜欢的料理 所以不会去把它做得很素 或者是刻意强调它是素的这感觉 但是我们会想要去做 咖喱炭应该就是什么味道 一大利面炭应该就是什么味道 去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各种在地常见的食材 在这群年轻人的巧思之下 蜕变成一道道色彩缤纷 香气诱人的舒适大餐 很难令人相信 只有青菜 就足以让你的餐点色香味俱全 食指大动 因应主厨个人他想要发展的料理 作为一个基本 那像咖喱啊天背饭 是我们不断地试菜过后 有的一个算是招牌 那其实沿用到我们现在新店高雄 也是不断地在更新 我觉得那个思维是 摆盘的呈现 跟调味料的料理上 我们其实有不断地在去 因应客人的回馈 其实每一次客人用餐的经验 他们的回馈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参考的素质 创业以来一直有许多朋友陪在身边 认同乔勋与彦儒的舒适理念 给予大力支持 他们也都感恩在心 纵使未来依然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但他们屡败屡战 努力朝梦想的餐厅再前进一步 记者周福庆 刘伟廷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来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晴时多云气温13到25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晴时多云气温12到22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应或多云气温12到17度 伊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应或多云气温8到22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及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督新闻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苏宇文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